我的天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詩敏 我今天會想要使用兩盒products 來完成我臉上的妝容 第一盒是這個 Perfect Diary的警禮盒 還有第二盒就是這個 Treece Secret Garden的 Makeup Brushes 我今天會以一個比較快速的方式 就是來拍這個video 還有我要在這裡講一下 我不是一個professional的makeup artist 我也不是一個化妝畫了很多年的人 所以今天我是以一個化妝新手的角度 來review這兩盒products 還有在這裡跟你們講一下題外話 就其實這個video我已經拍了第三次了 然後我就是不懂為什麼我的camera一直不能focus 所以其實我這兩盒products我已經用了蠻多次的 然後我在這裡跟你們講一下 我是很喜歡這兩盒products的 所以到影片的最後 我會分享給你們我的favorite 還有我的list favorite這樣子 然後現在開始 好 現在我會開始使用他們的警禮盒的眼影盤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的顏色 它的霧面的那個粉質很細 而且它的珠光真的是超美 它每一個珠光顏色都超美 我是本身很喜歡那種很明顯的珠光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低調的人 我覺得它的珠光可能你會怕 因為你一放上去真的是很bling很bling的那種 等一下我示範給你們看 OK 再給你們看一下這個secret garden的makeup brushes 你看它顏值這樣高 而且它的毛超軟 它的毛比我的頭髮還要軟 真的是很不扎人 然後很舒服的那種 然後顏值又很高 它這裡每一個刷子的後面都有寫 它是for blush 是for highlight 是for eyeshadow這樣子 就是你不會弄亂咯 好 現在我會用這個最淺色的這個顏色來打底 打底整個眼窩 我再講一次我真的不是professional了 只是我會根據我自己喜歡化妝的方式來畫這個妝容 OK 接下來我會用這個Burning Sky 我會放在整個眼皮上面 想畫明顯一點給你們看到 這個是一個偏橘色的pink color 我是覺得蠻美的啦 可是它比較高調啊 就不是那種很適合日常的那種感覺 OK 然後我會帶一點點下來下眼皮這樣子 我現在在鏡子看是蠻明顯的 可是 camera的顏色會比較淺一點 然後我會上這個knock on wood 就是它的唯一一個褐色 我覺得這合眼影盤的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它的褐色太淺了 我覺得它可以有兩個褐色啦 S那個熟練色這樣子 因為它也修飾不到什麼東西唷 它也畫不成一個眼線啊 因為太淺了 所以我就是這樣畫在眼尾然後帶去前面 好 現在我會用一個我本來就有的刷子 因為這和secret garden的makeup brushes 它沒有這麼細的眼影刷 然後我會想要畫一下 就是用這個褐色來畫一下我的眼線這樣子 我會畫下眼線先 雖然它這個顏色是真的很不明顯 可是我覺得畫的還是有一點差別 畫下眼線 從眼尾帶到眼頭 我現在是畫好上眼線跟下眼線了 OK 現在重頭戲了 我要用它的珠光的顏色 我用一個fancy crab給你們看 它是偏橙色的珠光 看得到吧 真的超閃的 祖輩啊你們 看啊 看啊 Oh my god 看啊 OK 然後我會用這個小刷子 沾一點珠光 放在我的下眼影這裡 畫在我的下眼影的中間 還有眼頭也放一點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這個樣子會比較誇張 可是對我來講我是真的是比較喜歡這種比較明顯的妝容 就是人家一看到你 Oh它今天有化妝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會用perfect diary 鏡禮盒的這個 highlighter 這個是 06號的 stardust diamond highlight powder 開給你們看 OK 跟你講 這盒的包裝是最美的 整個很高級啦 因為 它不是plastic來的咧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可是 有點小重量 就不是那種plastic輕輕 這樣子 OK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我現在畫在這裡啦 點在這裡 然後再畫一下 放在柄子這裡 OK 放一點放一點 好接下來是這個 鏡禮盒裡面的唇彩 它是 一個絲絨唇釉 然後它就是 很舒服 也不會乾 然後顏色又超顯色的 我真的是 擦一點點 然後它就超顯色 給你們看一下 好我是擦這樣子 然後就點 好我再補一下 旁邊 OK 我每次看到人家 會把一點highlighter 放在唇封的位置 所以我也要放一下 OK 這是我的完成了的makeup look 我是不會再加眼線還有睫毛膏 因為我就是想要用這一些products來完成這個妝容這樣子 好給你們進看一下這個妝容 還有我在這裡跟你們講一下這兩盒products我都很喜歡 這個makeup brushes它的毛真的是很舒服的那種 現在我再用它來畫blush給你們看 這不是精力盒啦 這是我自己的 我不懂幾百元啊我這個brush 然後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精力盒裡面有的耳環 很氣質 然後是rose gold color的也很百搭 所以在精力盒裡面 我覺得它的眼影盤還有這個絲絨唇又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 完全不感很舒服 而且你不會感覺到你的嘴巴上面有東西這樣子 會有一層東西很不舒服這樣子 它完全沒有感覺 然後它是裡面有一點chocolate的味道的 我現在聞是有一點點可是真的是很淡很淡 所以我覺得就算你很介意香味的話也不用緊啊 因為它一下子應該就不見掉了 好這個它的粉質真的是一百分耶 我真的是覺得它超好看 超好看 OK 我的list favorite就是這個其實 就是這個highlighter 因為它的顆粒感是蠻重的 然後我覺得它蠻顯毛孔的 然後它也很會掉粉耶 就是我擦在這邊的時候 會掉到我臉頰 就代表我整個臉都看起來很像 整個臉都很像星星這樣子 好啦 希望你們今天喜歡這個video 還有記得like,subscribe 還有開啟那個小鈴鐺 OK,bye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